好,這很像一個蛋 這奇怪,我這邊是明明是圓的 所以你們就把它想像成是正圓的 再來的話我需要一個什麼 需要一個三角 這個三角的話是一個類似像這個一個光碼 一個對不對 把它變成12個 那並且要剛剛好放在對的位置上面 所以這裡很重要,你不能隨便放 那怎麼辦呢? 你要做一個三角形 剛剛是用橢圓工具對不對 那三角形應該是用哪個工具呢? 沒錯,多邊形 因為實際上它是一個多邊形 那幾邊呢? 三邊有沒有 所以上面是不是有個 你選完之後,這邊變更了嘛 上面也會變成變更 所以這邊的話會出現幾邊 有沒有,它會改這個 請你改成幾邊喔 這邊預設是五邊 你要把它改成三 一樣的方法改成三 三之後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Enter一下 再來你怎麼樣把它做出一個三角形 特別注意喔 你拖拉一下 那你如果不太熟的話 沒關係 你就在旁邊先拉一下 如果你拉一個 結果這個不對對不對 怎麼辦 你可以用一個什麼 編輯裡面呢 它有個什麼復原啊 有沒有 這邊復原呢,你可以用 Ctrl-Z或者是 Auto Ctrl-Auto-Z 兩種方法 我們用這個 退後 OK 這樣的話就OK了 就回來了 那我們再來一次 記得喔 你這個拉的時候 一般是這樣 由左到右拉 那如果做錯了 Ctrl-Auto-Z 好 那特別注意我要在哪裡放呢 放在這個圓的上面這邊 所以我建議從左到右 從左邊到右邊 從上到下 從左到右 把它這樣拉一下 我建議是這樣喔 是從這個角度 從這邊下面往上拉 長出來 那如果說呢 它的高度不足怎麼辦 沒關係 加一個Ctrl-T Ctrl-T做什麼呢 Ctrl-T就是剛剛講那個 任意變形嘛 對不對 這個任意變形呢 如果你做錯沒關係 你就是大概拉個水平喔 記得水平是正確沒關係 記得就是兩邊拉水平 往上拉一下 有沒有 這個就尖尖的 然後呢 你往右 再拉一下 大概把它拉尖尖的就可以了 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它的位置 你可以先把它打勾一下 好 這個就是我們要 但是問題是 我們這個時候 做出一個 特別是三邊 然後再Ctrl-T一下 可是問題喔 它的位置不對 它應該放在哪裡呢 記得喔 它一定要放在這條線 所以呢 這條線是什麼 一定要放在這條線嘛 所以是X是多少呢 500 對 那Y的話呢 其實可以不用調整 沒關係 你大概調一下 適當的高度就可以 就是不要碰到這個圓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它輸入500 再打勾 有沒有 500 打勾 那這一點特別注意喔 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 做這個圓 沒有把它放在500的位置 等一下要旋轉一圈 可能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位置不對嘛 要拉左肩 自己選嗎 嗯 Ctrl-T吧 多肩喔 只要不要超過 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 因為 理論上當然非常嚴格啦 不過你們還不太熟啦 所以我就大概 給一個大概的值就可以了 所以先做出一個 那做出一個之後的話 我還要做什麼 旋轉 加一個複製 Ctrl-T 那怎麼樣旋轉加複製 各位可以看到 Ctrl-T這邊有個角度 那每一個30度 所以呢 就30 可是30度 你會發現變這樣 不對 為什麼 Ctrl-Auto加Z 主要原因是什麼 你把它取消好了 這邊取消 主要是我必須把 旋轉的那個 中心點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一點 它才有辦法轉 剛好轉到它應該轉的位置 所以Ctrl-T 先做什麼事呢 把這個中心點往下拉 拉到哪裡呢 500500 那你會發現這個中心點 拉下來的時候呢 它不見得一定剛好500500 你可以看XY的值 請你再把什麼 這個XY的值 改為什麼 剛好500 這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改正確的值 等一下轉出來 一定不會正 一定不正確 所以特別注意 之前有同學怎麼轉 奇怪 就是會偏一邊 主要是中心點 不在500500的位置 所以特別注意 請你把它本來的中心點 拉到哪裡呢 拉到這裡 一定是什麼 500500 所以剛好會是什麼 中間的位置 把它打勾一下 先把它打勾 更正一下 先不要 把這個角度 改為30 有沒有發現 轉一個了 但是問題來了 那我可不可以幫 有沒有辦法 旋轉加複製 那旋轉加複製 打勾一下 旋轉加複製 加重複上個指令的話 比較麻煩 你按下那個Ctrl Shift Ctrl Shift T Ctrl Shift T 有沒有發現 它有沒有在旋轉 對不對 我現在按下Ctrl Shift 加上T 它會一直重複什麼 重複剛剛的指令 Ctrl T 是那個 那個什麼 剛剛的任意變形 Ctrl 加一個Shift 就重複上個指令 Shift按 那如果再加一個什麼 LT 它就是複製 特別重要 Ctrl T 是變形嘛 Ctrl Shift 就是多一個Shift 就是什麼 重複上個指令 就是旋轉30度 那如果要再複製的話 就是Ctrl Shift 加上LT LT LT就複製 再按T 所以你把Ctrl Shift 加ALT 按住 再加個T 轉出來 OK 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沒什麼訣竅 可是 其實你們等一下做 一定會有問題 一定會有問題 問題出在哪裡 我做一次在這重點提示給各位看 這個圖層如果不要的話 可以把它拉下來 這邊有個垃圾桶 丟進去就可以 它是一個圖層 把它丟掉 OK 記得 1 任意這個地方 多邊形 改成三邊 2的話呢 請你在這個地方 往上拉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沒關係 你就隨便拉一個沒關係 只要是底下的水平就好了 你不要歪一邊就好了 那至於尖尖的 沒關係 Ctrl T 就拉一個三角形 然後把它往上拉一點點 如果太胖 對不對 往右拉一點點 把它變尖尖的就好了 只要拉一個三角形 底下這一條線是水平就可以了 好 這一條線水平就可以了 OK 那有一點點歪歪沒關係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它位置 記得喔 這個位置一定是500 有沒有 第一步喔 所以我是畫完之後 再拖拉它的空點 再調整它的 這個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都不行 這個不能多 因為它等一下旋轉 會有出錯 X記得喔 把它改成500 變完形之後 改500 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把它打勾 這個是第一次喔 我們就已經做一個了 打勾 再來的話 要讓它旋轉30度 旋轉3 再Ctrl T 然後怎麼樣呢 把這個角度 改為30度 不過你會發現現在30度 這不對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中心點 請你記住往下拉 取消一下 所以再一次喔 Ctrl T 然後把這個中心點往下拉 修改它的中心點 這邊改成500 加500 500 500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把這個旋轉角度改成30 所以記得喔 就是這樣喔 Ctrl T把中心點拉下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這邊改成500 500 這邊30度 所以會有 1 2 3 打勾 應該知道了喔 特別重要 差一個動作都不行了喔 那它已經做一次了 可是你要重複做 Ctrl Shift T 是重複做 那如果要再複製的話 就Ctrl Shift 多一個LT 就複製 再加T 再一直按喔 一直按什麼 一直按T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是把 Ctrl Shift LT 按住 再按T 它就複製了 複製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會多一個圖層 這個圖層是 這個圖層 這個圓是 這個圓的圖層 一個背景的圖層 所以你可以發現 實際上它幫你增加了幾個圖層 有沒有 就是分開來的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國徽了 試一下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光芒部分喔 Ctrl T 是任意變形 對 你就是圖層在那個上面按Ctrl T 它就可以讓你任意變形 如果說沒有用Ctrl Shift加LT加T 就變成說你要一個圖層放一個三角形 一個圖層放一個三角形 就變成會有12個圖層 可是做起來應該會更困難 當然有人這樣做啦 不過我不建議的就是 試試看喔